大家好,欢迎来到学识Plus。 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有水上质和大桥红柚合著的。 虽然我不太懂复杂的医学原理,但请告诉我如何预防癌症这本书。 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两个部分。 第一,癌症可以预防和治愈吗? 第二,当确诊癌症后应该采取哪些措施? 首先是第一部分,癌症可以预防和治愈吗? 据日本统计,62%的男性和46%的女性在其一生中会患上癌症。 男性癌症的发病率已经从之前的1分之1提高到现在的2分之2。 即使癌症可能会威胁自己或亲人的生命, 许多人对这一疾病的了解仍然有限。 因此,学习癌症相关知识至关重要。 借用书中《水上医生》的话简单来说, 癌症就是不停分裂的细胞。 人体由数十万一个细胞组成, 每个细胞大约分裂50次后就会死亡, 完成新陈代谢。 然而,癌细胞则不会死亡, 而是持续分裂, 最终形成肿瘤。 癌细胞的产生源于细胞分裂时的复制错误。 这种错误每天约发生5000次。 人体的免疫系统通常能及时修复或清除这些异常细胞, 使我们免于癌症的威胁。 然而,某些癌细胞可能逃脱免疫系统的监控, 持续分裂并形成癌症。 癌细胞增值初期速度较慢, 但随着数量的增加, 其增值速度会呈指数增长, 通常需要20至30年时间才能形成明显的症状。 因此,从年轻时开始采取预防措施尤为重要。 癌细胞本质上是人体的一部分, 因此免疫系统无法将其识别为义务。 再加上癌症早期通常没有明显的症状, 所以难以及时被发现, 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。 此外, 癌症通过干扰人体器官的功能导致死亡。 例如, 胃部肿瘤可能阻碍进食, 大肠癌会引发排便困难, 肿瘤增大还会压迫其他器官, 影响其功能。 癌细胞通过形成毛细血管网络, 从健康组织中获取能量, 从而进一步削弱机体的功能。 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, 许多癌症已经变得可防可治。 然而, 癌症患者的数量依然在增加。 这一趋势的主要原因是, 人类寿命的延长。 随着年龄增长, 细胞负质错误累积, 修复能力下降, 免疫力减弱, 患癌的风险也随之增加。 因此, 当我们进入百岁时代后, 最有效的预防方法就是掌握癌症的知识, 了解正确的预防与治疗方式。 许多患者完全依赖医生的意见, 但医生并非全知全能。 医学的专业化趋势使得医生的知识领域越来越狭窄。 因此, 患者需要主动学习, 收集信息, 独立判断最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案。 在美国, 患者通常会记录治疗的细节, 研究药物的信息, 并与医生合作确定治疗方案。 这种自我负责的态度 有助于更有效地应对癌症。 而在其他国家, 大部分患者仍倾向于被动接受医生的建议, 缺乏自主学习和表达意见的动力。 癌症并非主要由遗传因素引起。 根据研究, 吸烟占癌症病因的30%, 饮食和肥胖占30%, 缺乏运动占5%。 这意味着, 改变生活习惯即可预防约三分之二的癌症。 此外, 定期体检、 早期发现和及时治疗也是关键。 对于吸烟者来说, 戒烟是降低癌症风险的首要措施。 每天吸一包烟, 持续20-30年, 科室寿命缩短10年。 即使已经长期吸烟, 从现在开始戒烟, 仍为时不晚。 研究显示, 戒烟后, 肺部损伤可以逐渐恢复。 在饮食方面, 水上医生建议尽量减少食品添加物的摄入, 但不必过度敏感。 关注营养平衡更为重要。 同时, 有些食物被认为具有抗癌作用。 比如, 大蒜因富含植物化学物质而被证明具有预防癌症的效果。 每天食用一半大蒜, 或将大蒜加入味噌汤与发酵食品搭配食用。 既健康又美味, 癌症并不可怕。 只要我们掌握正确的知识和方法, 就能预防并有效应对。 希望大家能通过学习增强对癌症的了解。 为自己的健康保驾护航。 接下来是第二部分, 当确诊癌症后应该采取哪些措施。 一些畅销书声称, 即使患上癌症也不需要接受治疗。 但水上医生否定了这种说法。 他指出, 早期发现并接受治疗的患者可以活得健康。 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。 有些医生主张, 癌症不需要治疗。 这可能意味着存在着某些进展速度缓慢, 不需要立即治疗的癌症。 由于当前的医疗技术, 无法准确区分这些癌症。 因此, 这些医生认为, 与其接受手术带来的负担, 不如选择观察和等待。 顺便提一下, 癌症的分期是用于表示癌症进展程度的分类方法。 癌症的分期从0到5共5个阶段, 数字越大表示癌症进展越严重。 一般来说, 0期到2期的早期癌症治愈的可能性比较高。 因此, 如果在这个阶段发现癌症, 应尽可能地接受治疗。 而3期到4期被称为进展期癌症, 随着分期数字的增大, 治愈的难度也随之增加。 尤其是对于高龄患者, 体力可能不足以支持他们做手术, 或者无法承受化疗的副作用。 因此, 有时为了避免因治疗增加的身体负担, 缩短生命。 医生可能会选择不进行治疗, 而是寻找与癌症共存的方法。 前列腺癌在某些情况下也是可以选择不治疗的。 治疗与否应根据具体的情况决定, 包括癌症的位置、 患者的年龄和癌症的进展程度。 此外, 个人对生命和死亡的观念也会影响治疗的选择。 不同的人会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法, 所以不能一概而论地说必须治疗或完全不治疗。 大家应该避免被极端的信息所误导。 即使癌症已全身转移, 患者体力下降, 生命岌岌可危, 也仍然有治疗的方法。 且有许多人在这种情况下仍能存活多年。 癌症的三大治疗方法是, 手术、 放射治疗和化疗。 手术是指通过手术切除肿瘤。 放射治疗是用放射线来烧毁癌细胞。 化疗是通过药物杀死癌细胞。 作者强调, 在进行癌症治疗选择治疗方案时, 必须要做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获取第二意见。 第二意见是指在治疗时听取主治医生以外的医生的建议。 尽管有些人可能觉得这样做似乎是不信任主治医生。 但第二意见制度已经在日本逐渐普及。 因此无需担心对主治医生会产生任何冒犯。 主治医生也没有拒绝的权利。 所以一旦被诊断为癌症, 务必要请求第二意见。 之所以如此重要。 是因为癌症治疗一旦开始, 是没有回头路的。 例如,若选择通过手术切除食道癌。 被切除的食道将无法恢复如初。 日后的饮食肯定会受到影响。 选择化疗可能会带来副作用。 而放射治疗则可能损伤周围其他的器官。 每种治疗方法都有其优点和缺点。 一旦开始治疗, 就不能回头。 因此, 对第一次治疗方法的选择至关重要。 一些医生可能会倾向于推荐他们擅长的治疗方法。 甚至可能不会详细说明其后遗症或副作用。 所以, 在听取主治医生的意见后, 一定要再从另一位医生处获取第二意见。 从不同的角度了解治疗方案。 最终自己决定在哪家医院接受哪种治疗。 需要记住的一点是, 在日本, 三大治疗方法中的手术被推荐的可能性更高。 虽然在欧美国家, 初次癌症治疗有60%到70%会选择放射治疗。 但在日本这一比例仅为20%到30%。 其原因在于, 日本的医院中外科力量十分强大。 通常的一般诊所如果发现疑似癌症, 会把病人推荐给大医院的外科医生。 外科医生决定治疗方案。 自然手术治疗的比例就会增加。 外科医生往往认为, 手术是最优秀的治疗方法, 因此更倾向于推荐手术。 此外, 手术不仅可以提升医生的技术, 还能为医院带来可观的收入。 这一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治疗的选择。 虽然这种说法令人惊讶, 但这是半个世纪以来一直从事癌症治疗的水上医生的观察结果。 这值得大家的重视。 当然, 某些情况下, 手术确实是最好的选择。 但在被推荐手术时, 不妨也咨询放射治疗的第二意见, 以便做出最明智的决策, 确保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案。 相反, 如果被推荐接受放射治疗, 也影响外科医生寻求第二意见。 如果第一次诊断和第二意见差异很大, 难以决断时, 建议获取第三意见。 还有一种情况, 如果你与主治医生不和, 那该怎么办呢? 医生和患者都是普通人, 难免会有不和的时候。 如果您觉得这位医生不可靠, 想换医生, 尽管您可能会觉得尴尬或内疚, 但不要犹豫, 直接要求更换医生, 事后提起诉讼或因个人偏见改变治疗方案。 对医生和自己都不好, 但是如果医生的言行确实不合理, 那就是医生的错。 如果你无法忍受当前的医生, 或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转月, 请不要犹豫, 立即提出请求, 毕竟这是关乎您的生命, 选择合适的医生是您的责任。 此外, 如果患者觉得和医生不合, 医生也常会有同感, 这时候, 可以求助于第三方, 一般通常是护士, 护士一直都在现场工作, 十分了解医生和患者的情况, 尤其是资深护士, 往往有处理类似问题的经验, 水上医生建议, 如果您现在正因为和主治医生不合而烦恼, 不妨找护士长私下咨询一下, 看看他们有什么建议吧。 那么, 大家对此有何看法呢? 我相信这本书提供的知识将在您们的一生中发挥重要作用。 我希望大家在通过这个视频, 掌握了关于癌症的重要信息后, 能够进行预防早期发现, 并接受治疗, 以免留下遗憾。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, 我们下期再见。